在张回提小说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被写成一个神一样的人物 并且在刘备阵营中 不只有诸葛亮一个人被神化 但是诸葛亮在被神化的这些人中是最突出的 这就意味着很多功劳在历史中并不属于诸葛亮 但是被三国演义中 应安到了诸葛亮的身上 其中火烧星也不存在 火烧伯旺是刘备做的 蛇战群如草船借鉴和借东风都和诸葛亮没有关系 但是到了三国演义中 这些都成了诸葛亮的功绩 其中的借东风 在三国演义中突出地体现出了诸葛亮的神棍色彩 为了借东风对周瑜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要求摆祭坛 要求祭坛的高度有多高多大 要求祭坛周围有番旗围绕 自己上坛作法求风 这个形象和现代的一些神棍没什么不同 但是东风确实来了 于是后人十分的佩服诸葛亮 认为诸葛亮是一个料事如神的人 为赤壁之战做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事实上诸葛亮并没有参与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完全是由周瑜指挥的 东风也是东吴的将领 根据时节的判断知道了何是起东风 但是为了突出诸葛亮 这样的功劳被写成了是诸葛亮的功绩 草船借鉴呢 这在三国演义中 是诸葛亮为了赤壁之战造弓箭时立下军令状 于是背着周瑜找鲁苏借船 去曹营借鉴 但是在历史中国草船借鉴这件事是孙权做的 在史书中有两个版本 原因是孙权多次向曹操的水寨挑战 但是因为曹军坚守不出 所以孙权亲自乘船去曹操的营寨 一个版本是乘小船去曹操的营寨巡视了一圈 曹操命人不要轻举妄动 于是孙权安然无恙地出来了 另一个版本是孙权乘大船去巡视 曹操命人射箭 孙权的船因为箭的原因歪了 于是就换了一面接着哀箭 直到船平衡后离开了曹军水寨 因为这件事曹操说了一句话 生子当如孙众谋 但是为了为诸葛亮建功立业 这件事也被安在了诸葛亮的身上 就这样三国演义中有不少的事都不是诸葛亮所为 并且有不少事都是虚构的 却因为一些必要的传承 都成了诸葛亮的神迹妙算 虽然现在很多人度过三国演义之后 都非常的喜欢诸葛亮 但是真实的诸葛亮并没有那么厉害 必要二虽然诸葛亮是著名的军事家 政治家 大明家 外交家 同时也有很多的成就 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后人崇拜他的重点 崇拜他的重点是他一人辅佐后主流禅 支撑着蜀汉政权 虽然后来的姜维 继承了诸葛亮的意志 但是能力上远远不如诸葛亮 才让诸葛亮成名于世的 如果后来的姜维 真的是清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话 诸葛亮的名声 应该不能像现在这么出名 我已经是这一人辅佐了 帮助我 并且让他重点 我叫你 我打了帮助我 这一人辅佐的帮助我